人类在无法理解的超级文明面前 居然也会像蚂蚁一般无力 这一天 人类终于研究出了超光速飞船 第一次超光速飞行即将开始 任务是从地球到火星 预计到达时间是三分钟 飞船缓缓地离开了空间站 随着地面指挥中心的指令下达 老白最后看了一眼佳人的照片 随即不再迟疑 超光速引擎顺利开启 随着尾部空间一阵扭曲 飞船一闪而逝 老白进入了一个奇异空间 超光速的运动 让五颜六色的光线 都围绕在了飞船周围 形成了一片瑰丽无比的景象 三分钟很快结束 老白驾驶飞船一闪而出 眼前赫然正是火星 他成功了 当老白的声音传到指挥室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老白也被称为了英雄 而老白的妻子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后老白放出了科学探测卫星 这可以让地球和火星殖民地 进行实时通讯 做完一切 老白随即准备返航 老白